你啊你 太低估你相公对你的感情了 你相公也太低估你对他的感情了 所以才导致你们生生世世不得见 轮转王殿下 我的相公也同我一样成了鬼吗 那为何我找不到他 你在人间 他在地府 你怎么可能找得到他啊 说吧 轮转王拿出自己的手机递给魏之音 这人间的东西愈发好用了 录的视频不仅清晰 而且还能保存很久 魏之音看着手机影像里出现的男人眼泪刷的一下掉了出来 相公 影像里的男人正站在奈何桥边 手里端着孟婆汤 孟婆看着男人问道 为何不喝着孟婆汤 我都想忘了我的妻子 喝了他后 如果我再见到他就不认识他了 我想在这儿等他 可你若等不到他呢 那我就一直等 直到见到他为止 可你的魂太弱了 根本支撑不了这么久 很快你就会魂飞魄散的 到时候你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他了 那我该怎么办 我只想再见他一面而已 我有个办法 可以让你在这里等他 只不过你要付出些代价 什么代价 喝下孟婆汤 留在英子当个迎兵 这样你就能一直在这里等他了 可我如果喝了孟婆汤 就再也不认识他了 那又如何 他认识你不就好了 男人苦笑一声 是啊 他认识我就好了 只要能再见他一面 我什么都愿意做 说吧 男人看着那片彼岸花海笑道 英欧 我将与你的回忆封存于此 来日我们若有缘再见 希望你不要怪我 说完 他便仰头喝下了孟婆汤 很快 男人完全变了样 全然看不出原本的面貌 孟婆看着男人笑道 英思判官 恭喜历劫归来 魏之音猛然转头看向判官 相过 判官还在发愣 魏之音就已经扑过去抱住了他 那一刻 判官的脑海中浮现出他万年估计岁月中的移速记忆 是曾经那段被孟婆汤封印的记忆 相过 我终于见到你了 魏之音的眼泪滴落在判官的身上 下一秒 光芒乍现 判官变成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人模样 软软在魏之音的幻境中见过这张脸 上官宁 那个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被强盗刺死的男人 英欧 相过 我终于见到你了 英欧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把你忘了 两只鬼抱在一起享受着重逢的喜悦 轮转王叔叔 你怎么知道判官是知音姐姐的丈夫的 说起来也是缘分 我今天去找孟婆 无意中在她那瞧见了一幅画 那画上画的就是你身边这只女鬼 他说这幅画是判官给她的 然后我就去了黄泉 在彼岸花中找到了判官留下的前程往事 然后我就用手机录下来了 刚刚这位铁面判官想送她媳妇去投胎 我就好心的过来提醒她 上官您连王跪在连转王面前 求殿下开音 让知音留在我身边 刚不是你想收了他吗 怎么现在开口来求我 殿下 鸭儿在反戒时间太久了 就算入了地府也是要受惩罚 她是为了我才逗留人间成了厉鬼 我想求殿下帮帮鸭儿 让她做个阴兵 或者留在小法师身边一行 软丫头 你说呢 我当然希望知音姐姐能留下 不过还是得看知音姐姐的意思 我已经合于谷笔融为一体 我愿意留在软软身边帮助她 那你呢 判官 你可不能一直留在地面 你们两个一个人间一个地府 可不容易相聚啊 上官您重重地磕了个头 今日妖道横行是我失职 求殿下将我为应兵 你倒是算得清楚 上官您和魏之音同事磕头道 求殿下成全 好吧 看在软软的面子上 我就成全你们 多谢轮转王殿下 上官您和魏之音相拥而弃 软软长舒一口气 之音姐姐总算是守得云开建运名了 一个暑假很快就过去了 转眼到了开学这天 楚妻有事不能去送她 就把各种防晒好物 还有护肤品化妆品衣服鞋子 给软软塞了满满一箱子 宁轩负责开车 送软软和葛涵林 还有田语言去学校 宁智作为蓝峰大学的教授 当然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迎接自己的妹妹 三哥 软软 小头子 小田 你们可算是到了 有了宁三开路 他们很顺利地报了名 我带你们去挑宿舍 小田 男生宿舍就在对面 我找个学生带你过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的 田语言 我们收拾好了 再来找你啊 好 蓝峰大学作为一流学服 宿舍配置也是相当的高 两人一间 两室一厅 必除一位 宿舍里电器家具一应俱全 这间没有人 正潮难念 采光也不错 你们就住这间吧 好 软软和葛涵林开心地打量起 自己要居住四年的地方 小四 你还要去公司就先回去吧 这里有我呢 宁轩看着软软 眼中满是不舍 正好我要创建分公司 倒不如把公司的地址定在这附近 这样也能随时来看我的软软了 这样想着 宁轩也就没那么纠结了 软软 哥走了 收拾好了后给我发个消息 知道了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放心吧 宁轩揉了揉软软的脑袋 然后才不舍得离开 晚上开班会 软软在最后一排找了一个空位刚坐下 班主任就来了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赵盼飞 这是你们的班助 大三的学姐秦月 秦月 你把学生手册发给大家吧 好 分发完小册子后 就是开学第一天的必备仪式 自我介绍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 大家都放松点 上来自我介绍一下 增进一下同学间的互动 楚软软同学是今年学校的唯一一个特招生 也是校长点名的新生代表 楚软软同学就先给大家打个样吧 大家好 我叫楚软软 来自继承 从小到大 软软的自我介绍永远都是这三句话 再多也没有了 见软软停了 照盘飞忙到 楚软软同学 你可以再谈谈自己的爱好 或者擅长什么的 我的爱好是抓鬼 可这大约不能说吧 我没什么爱好 至于擅长的东西 我好像没什么不擅长的 软软用最平静的语气说出最狂的话 让众人都唏嘘不已 软软同学还真是自信啊 软软淡然一笑 他自信是因为有自信的资本 楚软软同学 请你先回座位 我们请下一位同学上来做自我介绍吧 软软回到座位上 听着那么多人挨个坐着自我介绍 他都快要睡着了 大家好 我叫姚新雅 当听到这个名字时 软软猛的直冷起来 他看着讲台上那个女孩 虽然她的模样已经展开了 但依稀能看出小时候的模样 还真是姚新雅 真是不是冤家不剧头 都过了十多年了 居然还能在大学里碰到她